捷箱文件站获得圆明会还有华联县政府支持 今年度在获肯定拓展补助11处的照护据点 在各个部落展开引发长辈的服务 而日前第9个开站的新据点李漏部落文件站 在众所期盼下接牌登场了 现场游淑珍特别前往关心部落长辈们 也致政客制化书包大理 鼓励大家要经常走入社区开心上学 捷箱里漏部落文件站 在众人的环形鼓舞中正式捷牌启用 捷箱长游淑珍及多名贵宾 也一同见证部落历史性的一刻 在开站的这一个月里面 我相信我们的照护员还有义工 还有就是我们的村长代表头目 他们都尽心尽力的为我们的部落文化健康站 开展了这样的一个心意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长者 我们的宝贝大宝贝们 愿意走出门口 愿意在我们部落聚会所里面 互相学习互相照顾 乡长游淑珍也特别前往关心部落长辈 并致政客制化书包大理 鼓励大家要常常走入社区开心上学 学习更多的智能与定时运动 结交同龄好友的同时也能欢度健康 快乐的银法生活 今天是我们第九个健康站 里落部落健康站的成立 在今年度 吉安乡要完成十一个健康站以外 更迈向第十二个健康站 小台东的期许 我相信银法长辈都是我们的质保 在社区里面 我们开启了就地的关怀 跟所有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文化关怀协会 共够来服务我们部落的长者 原民处副处长独顾撒云也表示 照顾长者的脚步不能停 脉络更不能断 文件站的设置不仅提供部落长者 更完善的照顾服务 也透过计划孕育部落青年 担任转业造福员 同时改善周边环境设施 对部落有多元正向的帮助 未来也会挨注更多资源进入文件站 让长者能在吉安乡就地健康快乐生活 记者徐立青吉安乡报导